所以上個禮拜比較重要的部分包含哪一些像REPT函數 所以你們可以再review一下 如果你確定說你會這個函數那表示你上個禮拜的課程是ok的 但如果你這個東西還是陌生那請各位回去還是要多多複習 另外還有什麼LEN函數 MID函數 另外的話我們有利用REPT加上LEN這兩個函數 解決那個手機串接的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基本上呢 就是在我們雲端上面的那個範例檔 所以上禮拜應該還記得吧 把它下載解壓說裡面的第一個範例 就是 第一個單元 的第一個範例 所以你上個禮拜的東西 理論上如果你有存到檔的話 那你就把它直接打開 ok 如果裡面是空的啦 那表示你上禮拜沒存到檔那沒關係我們後面會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大概上到哪些地方 那其實雲端上面都有答案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些地方漏掉了沒關係回去可以再把雲端上面的答案再打開一下 所以上個禮拜的論壇 然後簽到 論壇的位置 在這個簽到然後論壇的位置 另外範例檔 那相關的講義我是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也就是說呢 範例檔案裡面有的 答案 其實基本上都會放在雲端上有一份 這個第一個 文字與字號函數的第一個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三個禮拜講的相關函數的 答案 我會把它放在雲端上 你們可以參考 包含 按REPT LEN MID 那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用那個什麼呢 REPT加LEN做出來的公式答案 另外我們有用了一個叫TEST的一個函數 OK這TEST非常重要 那如果說你對於上禮拜 的內容不太熟悉的話 那這個可能要 把它稍微複習 那如果你上禮拜沒存到檔 你可以有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打開 雲端白板裡面的這個公式 Ctrl C 因為當然你可以自己馬上做出來是最好 可是如果你 怕你做不出來 你可以Ctrl C之後在這邊 直接Ctrl V貼上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直接打勾啦 這就是上禮拜做的 然後向下點兩下 向下填滿 也這樣OK了 這第一個嘛 所以上禮拜我們做了好幾個函數 那其中的話呢 我覺得最重要 應該就TEST函數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不會TEST函數 那基本上很多 地方你是做不出來你要的結果 尤其是你看到的 奇怪我看到 為什麼我要取 畫面上看到的東西取不出來 那問題應該就出在這裡 那 像那個生日我要取七零 有沒有 我有講過嗎 我們這邊可以多一個什麼 年次 所以上禮拜有多一個年次 那所以我在這邊多一個年次的欄位 有沒有然後呢我把這個地方的格式複製一下 那怎麼做呢 就TEST 那TEST的步驟基本上 一 請你把這邊的格式 裡面的公式 把它找到並且複製 那找到的方式很簡單按右鍵 除了這個格式裡面的制定 就在這裡 你把這個格式 複製一下 按 取消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邊呢 插入那個什麼呢 插入函數裡面用TEST TEST TEST裡面的話其實有幾個步驟很重要 就是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把剛剛的 剛剛那個東西就是FORMATE TEST 你直接在這邊 雙一號兩個貼到這裡面來 然後VALUE的話就是指向這裡 那他就會自動 幫你把原來他不是 你取不出來七零這兩個字 馬上你 再去切一個就OK 所以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呢在外面包一個LAPT 因為我要取前面兩個字 LAPT 取幾年次 那LAPT前括阿胡後面的話 取兩個字 $0.2 後括阿胡 Enter一下 那這個時候七零就出來了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全部都OK了 但是呢 我上次把他講到那個樞紐分析表 不過我就不重複講了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群組 那如果你要群組的話呢 你勢必要記得 你一定要把什麼 把這個資料呢 有沒有你會發現喔 他是靠左對齊 以後特別注意有個敏銳度喔 如果是靠左對齊的話 那這個資料呢 理論上應該是文字 如果你用文字喔 來做群組一定會失敗 這很重要喔 資料型態我發現 其實最容易犯的錯誤就這樣喔 怎麼樣可以把它文字轉換成數字 所以最後呢我有教各位另外一個函數 也蠻重要叫VALUE 所以外面再包一個VALUE 那VALUE其實這邊有啦 打個V VALUE然後牽掛符就有了 再補一個後掛符 有沒有 打個勾 他馬上就靠 右對齊 那也就是說呢 本來是文字的資料 那現在就變成數字資料了 那向下填滿 全部都變數字 你在利用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你就可以馬上把它做群組了 你就可以分析說我的客戶裡面哪個年次的人最多了 有沒有 那這問題就解決了 如果你老闆要這個答案的話 你就馬上可以先做出報表 然後再利用樞紐分析圖 繪製圖表 那這個呢 上個禮拜其實都有錄影下來 所以假設啦 你上個禮拜的東西不太熟悉的話 上禮拜 樞紐分析 分析年次 那後來我沒有加了一個錄製劇 那這個劇集的話呢 上禮拜有啦 所以我就不重複做 但是答案其實雲端上有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假設上禮拜的沒存到檔的話 你們可以看一下雲端的講義裡面 這邊就有一些步驟 最後做錄製下來就兩個按鈕 一個叫串接 一個叫清除 那你如果不重錄製的話 你可以拿雲端上面的第12頁的這兩 Sub跟EndSub這兩支程式 一樣Ctrl-C Ctrl-C就複製啦 然後呢貼到哪裡 貼到我們的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上禮拜 還原的嘛 所以其他命令還記得吧 制定功能區 裡面的什麼呢 開發人員 這開發人員打勾喔 因為呢理論上 預設狀況是沒打開的啦 所以這個可能要自己記一下 制定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 然後按個確定 他就會 出現開發人員 那當然呢我上禮拜有講啦 所以我就不重講了 你們這個部分如果不太 還是不太熟悉 我建議喔 把上禮拜的影片再看一下 如何錄製聚集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要學VBA 很多東西程式你不會寫 沒關係你先錄製 但至少你要會錄 而且不能隨便亂錄 而且錄製完之後還要加速解 那至於步驟呢 在上禮拜講過 我都不重講了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如果你上禮拜沒有存到檔 但是你要讓他恢復怎麼辦 很簡單 開發人員叫出來 Visual Basic 那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切 切換一個視窗出來 那我的習慣是先縮小 縮小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視窗裡面的 這個區塊 這個叫左上角這個區塊 這個叫專案總管 那你錄製的東西 基本上反正就是VBA 以後程式都寫在哪裡 記得喔 這個區塊裡面 如果裡面有看到模組 你就把它打開 如果沒有模組 你要做什麼 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這件事非常重要 反正以後你要寫VBA 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 不然的話後面 根本就沒辦法進行 特別注意喔 所以以後人家問你說 你VBA要寫在哪裡 記得 請你 寫在 模組裡面 OK 你不能隨便點兩下看到 白色 白色的地方就直接寫 那錯了怎麼辦 就亂不出來會出錯 OK 所以記得 第一步 請你把開發人員打開 OK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 打開這個 Visual Basic OK 所以這個步驟啦 反正你記鎖之後以後啦 我相信你很快就可以 進入到VBA的領域了 然後我發現很多人卡 進不來 為什麼 根本連門在哪裡都打不開了 進不到 對不對喔 有時候好像 根本找不到去哪邊 像去 北車好了 哇那麼複雜 可是你以後你習慣 還好啦 這個 走習慣之後 路也蠻順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開發人員叫出來 第二個 Visual Basic叫出來 記得因為它整個會蓋住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視窗 稍微縮小一下 然後找到這個區塊 這個叫專案總管 記得在專案總管上按右鍵 會出現插入 模組 反正以後呢 你寫程式的地方 一律就寫在模組 所以我按右鍵之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按右鍵插入模組之後 右邊這邊就有個區塊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寫VBA程式的地方 然後 以後如果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你再點兩下 這個叫module 有沒有 模組裡面就有個module1 然後呢 我剛剛的程式就可以直接貼上了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上個禮拜就錄兩段程式 它的名稱呢 一個叫串接 一個叫清除 那它的頭一定是sub開頭 有沒有 尾巴一定end sub 所以呢這是固定規則 這個絕對不能忘記了 而且反正把規則記下來就好了啦 因為其實說真的 學程式 你只要把規則記熟就ok了 反正呢 你只要 遵守它的規則 然後呢把需要都一套進去 其實程式就可以run出來了 但是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程式 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多一個字 少一個字都不行 而且 你必須要嚴格遵守它的規則 ok你不能自己創一個規則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 就可以執行了啦 所以執行的方法很簡單 一般我的習慣是 就是直接呢 在游標放在這個上面 比如說我要先執行 因為這邊有啦 我先執行清除 不過上面好像 這兩列我有把它刪掉 所以這兩列先刪一下 這樣刪掉 然後呢 再來我就是執行這個清除 所以上面兩列 刪掉之後呢 我的清除的話其實錄三個動作 一是游標放這邊 Ctrl-Shift向下 然後按Delete 那如果我要把它執行的話 直接上面有一個 也有一個是play的那個按鈕 你不要按下去 記得游標是放在這個sub跟and sub中間 按個執行 它就 清除掉了 然後如果你要再重新讓它顯示 你剛剛公示的結果的話 就再把游標放在這個sub跟and sub 中間任何一行上面 然後按下這個執行 它又重新又來了 有沒有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馬上又恢復了 也就是說 程式是可以重複被利用的 另外的話你也可以修改啦 因為其實有些錄的你會發現 每次錄的都差不多 你只要改個地方 其實就可以重複 利用了 最後上個禮拜還有一個地方啦 因為 我們有 再加上註解嘛 單以後要開頭 這個細節你們如果不太清楚 看一下上個禮拜的影片 最後呢就是把這兩個sub 變成兩個按鈕 因為你會發現 老師這個好像執行不方便 還要打開video basic 然後還要再按這個執行 有點麻煩 一般習慣是希望怎麼樣 在 不開啟vba的狀況 video basic上 狀況下 直接在旁邊加按鈕 那怎麼加 還記得吧 插入 這邊有個按鈕 表單控制在這邊有個按鈕 然後呢就是拖拉有點像小畫家 右下角拖拉之後呢 就選擇 你剛剛的那個sub sub在這邊叫聚集 然後 比如說 我按一下剛剛按鈕要串接 那並且把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呢再把這個名稱 因為他出來是按鈕1嘛 改成叫串接 有沒有 一樣的方法 再把這個底下 清楚有沒有 再增加按鈕 那你會發現 這按鈕就出現了 OK 那一樣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這個名稱改成叫清除 那以後的話呢 你就直接按清除 他就清掉了 你按串接 他要串接了 OK 所以以後 也就是說 這個是蠻簡單的 一個例子 但以後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 現在只在三個步驟 你可以30個 甚至300個動作 通通都可以把它全部 也就是說你一整天的事情 一個按鈕按下去 就自動完成了 包含你的報表 譬如說你資料都有了 然後每天做的事情也都差不多一樣 那你就可以把那些步驟呢 通通寫成一個VBA程式 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 接下來呢 你的事情就完成了 也就是說你一天的事情 就可以 怎麼樣呢 大大節省你重複的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 效率自然提高 OK 所以 這個是上個禮拜重點 那細節部分呢 假如你還 因為我知道 當然知道 其實很多同學 並不是 成 就是Excel非常熟悉 所以我一做過 當然我自己很熟 可是不見得你們都很熟 然後 老師你做的怎麼這麼順 我們怎麼一做 就卡 卡半死 沒關係 你看影片好了 不然的話我們如果假設每一次 都在重講一遍 我看 從第1次到第8次上課 每次都講一樣的東西 其實沒什麼進度 所以我的想法這樣 我會把它錄下來 那至於細節 你們可以再慢慢看 你可以怎麼樣 像現在YouTube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你可以 看完 假設那個部分不太熟 你跳過去回頭看 沒關係 這是我發現還有一個 如果假設你覺得說 老師你講太慢了 沒關係 他好像可以快 那個聲音 可以 可以快速播放 好像可以到兩倍吧 有沒有 如果講太快 還可以把它放慢 其實你快慢自己調整嘛 我覺得 這樣學習起來 當然是愉快的吧 我當然是希望說 把影片錄下來的好處是說 這樣你來學習啦 我相信應該沒有學不會的啦 城市再怎麼難啊 反正你就把它 要不從看 對不對 反覆看 對不對 沒有那麼笨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悟性那麼差啦 OK 一定都可以學的會啦 因為我自己就這樣學的啦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有這種東西的話 應該是沒有學不對 剩下就是 我還是強調 第一個 你要花時間 第二個 你要練習 因為很多人會 但是做不出來 或者一直做錯 所以不熟練 這個不熟練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說 我怎麼都會 但是我為什麼做得那麼卡 因為你都很少用嘛 當然你一定會卡嘛 我每天用嘛 我們用了幾千幾萬次了 我閉著眼睛都會了 為什麼 因為我熟練嘛 OK 所以 如果你要把 這東西學好 不外乎就是這東西 OK 所以上禮拜的東西 假如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覺得 還有 不清楚的地方 一定要 把它 回去再好好練習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上禮拜 大概到這裡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不只到這裡 我是希望說 我們要再自己寫 因為像剛剛這個 Visual Basic 這個是 錄製聚集出現的 那假如說呢 我今天 我要 自己來寫 程式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 所以 今天課程又比上禮拜 還要更困難 OK 大家有點心理準備 不會比較擔心 反正你 其實我還是 老話一句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真的你一次看不懂 沒關係 你回去慢慢再 暫停也好 這個 重播也好 反正你一定 多看幾遍 應該還是會理解的 OK 所以我把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你們先試試看 把上禮拜的東西 範例先打開 待會呢 我們就要接著 再來看 VBA 的部分 OK 對 如果說遠距的同學 假如一樣 如果你發現說像設備上的問題 剛才我那個 聲音沒有出來 你可以告訴我一下 如果說我忘了切 你也可以告訴我一下 今天網路 我這邊是沒有什麼遇到 同學是說 如果 是不是有其他同學也是一樣 畫面斷斷續續的 如果有的話再告訴我 如果 只是 單一同學是不是說 你是用手機上網 還是說 你們 附近的連線最近 可能比較不太穩定 等一下再看看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再跟我說一下 一樣我有把畫面都錄下來 所以如果 你假如說那個 有一些 剛剛講的 斷掉了 沒關係 再回頭再看一下 我是建議各位就是 第一個上課先專心聽講 那假如你程度也許沒有那麼好 沒關係 你先聽 然後第二個的話 回去 再找那個範例跟雲端 雲端講義有沒有 都有答案 你就拿那個來參考 那如果你寫錯了也沒關係 你就拿雲端的答案 比一下 到底你錯在哪裡 那程式 尤其VBA最麻煩的地方是 一個次 一個地方 都不能做錯 OK 所以你只要能夠 記得這些 部分 我想你以後學 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樣相對的你學工具 學了以色的工具 你會覺得 學得還蠻順手 當然呢 最大的好處就是 可以大大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OK 不要用那個 塗髮鏈鋼的方式 再使用這個 很厲害的工具 盡可能的把 這個工具 發揮到 它應該有的水準 OK 試試看 好看喔 好看喔